念佛的方法 要用荧光大使的办法 荧光大使是中国净土宗 最近的一代祖师 那么他所教的 当然最奢価现在人的更新 他念佛不用念主 念佛最重要的 大使之菩萨原同章上所说的 这是最高指导原则 都学六根 尽念相继 那功夫就得了 那我们现在最困难的 我们没有办法设计 忘念太多了 收拾不住啊 这样念的话功夫不得了 因足教给我们设计的方法 佛号 从心中生息 从口里头念出 念得清清楚楚 不要念快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念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念慢一点 念得很清楚 每个字都清楚 耳朵听 听自己念的 这个佛号 听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个 记得清清楚楚 我这一句 是第几身佛号 那记呢 不要用数字 只用心去记 记得清楚 只记第一句 到第十句 到了十句了 再从第一句到十句 念多少 别管它 就是这十句 我这一生佛号 是十句里头的 第几句 你试试看 很设计 为什么呢 一有忘念来的时候 就错了 错了就不算 从头再念 一般人大概念个一个星期 就不会错了 就忘念就进不去了 如果忘念太多的人 印族交给我 你把这个十句分作两段 第一段 一道夫 第二段 不能又是一道夫 那一道夫了 就不叫十年了 那是五年了 第二段是六到十 清清楚楚 实在讲 心定下来 专念 不困难 如果五句都念不下来 都会有杂念 你就用三三四 你就这个计法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第五句 第六句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用这个方法 慢慢纯熟之后 可以从一到十 读清楚 不要记读 不要二十三十 那个就难了 直记 一到十 有时间就念 出声念可以 大声小声都可以 不出声也可以 人很多的时候 不方便 我心里头默念 心里头默念的时候 一样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记得清楚 三个清楚 你就这样一直念下去 消散